我好想给你啊 我在等你回来 三菜,你快回来 大家要不要等你回来啊 我真的生气了啦 我要跟那个白痴绝交 好了啦,冷静一点 冷静? 你看看我的脸好不好? 我们几个好像真的很久没有动手打架了 这次你跟阿士打架 我觉得阿士 还是略生一筹 你是在看笑话是不是? 冷 阿士动手作西门是失去理智发他的神经 西门没有发神经 所以难免出手比较轻 所以才吃了不少阿士的拳头 不要再讨论这个好不好 反正他再不改掉他那个坏脾气啊 我就一辈子不跟他讲话 可是我觉得 阿士是存心要在自己陷入混乱中的 或者说 他根本没有能力不混乱 他跟三岁一而再而三 两人搞这种和友纷纷融的霸气 一船内可以来这么不爽快 他应该西门也会受忍无可忍 你也受不了 可是这次 好像问题都不是出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你的意思是 阿士的妈妈 没错 这一切也未免太巧合了 他要回来之后 我们不是还很替三菜担心吗 突然间 他又回去纽约了 三菜也在这时候 休学失踪 西门 还记不记得三菜休学的前一天下午 阿士约了我们 一部甜蜜蜜的模样 他叫我们两个谈恋爱 不太可能一夜之间 两个人就闹分手啊 他们两个那种个性有什么不可以 西门 自己兄弟面前就不要再赌气了 我们不法进去打拳一下 究竟原因是出在哪里 我看我们飞行早上是出来玩 想着他心情好 不如赵蕾说的 弄人气负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门 你去跟小佑打听打听吧 我顺便去问爆发户的儿子 清阳家银行的一些财务申请案 好像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对不对 我大概明白了 你爸的工作 跟清阳家的财务状况 我可以肯定确实是因为 山菜才会出现这样的危机 道明是他妈妈 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他在财经界的人脉和势力 是你想象不到的深河光 其实不难明白啊 他就是借着打击你们的经济状况 用来逼对山菜的 他利用我们当作威胁山菜的筹码 没错 他以后不可能让到我们家的继承人 跟山菜这种平民在一起 其实我们早就料到了 只是没想到动作这么快 快到我们都来不及反应 山菜就已经自己退学离开了 或者我该说 他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来维护你跟清阳 对不起哦 我不应该这么说的 其实这些只是他的手段而已 他利用自己的事业和权力 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其实山菜 清阳跟你 都很努力 我也只能说 这世界本来就是很不公平的 有点速度 也许多的 也许多的 要不公平的 还是不公平的